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面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202集 在这洞府的角落里 白小春记得自己明明都查看过了 之前还没有 可演一下 却出现了一只兔子 尤其让白小春觉得心颤的 是这只兔子居然在竖着耳朵 明显在听自己说话的样子 更让白小春心惊的 是这兔子竟然直勾勾的看着自己 那模样四方才等自己把话全部说完 此刻一人一吐 目光凝聚的刹那 这兔子瞬间冲出 直奔洞府大门 白小春大吼了一声 立刻就要去阻挡 可这兔子太快了 在白小春的目瞪口呆下 他竟直接从这大门中消失 眨眼就没影了 白小春觉得要疯了 整个人头皮都扎开 他知道这是要掉脑袋的大事 一旦这血舌兔跑出去乱书 让人知道自己就是白小春 那么他就死定了 即便是只有半句话 可也一样有风险 白小春不敢去向后果了 冷汗顺着额头一滴滴的落下 他有心不出去 任由着兔子乱书 可他悲哀的发现 哪怕自己多次谨慎 观察四周 可却不确定 这神出鬼没的兔子 到底暗中跟随自己多久 又听到了多少自己的话语 我又杀了你 白小春急了 身体猛的冲出洞府 刚一出来 他就听到了 远处站在一棵大树上的血舌兔 说出的第一句话 叶增你变心了 你忘记了我们的山盟海事 你忘记了我们的恩爱缠绵 你变了 这血舌兔声音极大 在这一刻 传遍四周 使得不少助击修饰 一个个愣了一下后 纷纷听到 神色都有些诧异 白小春先是一愣 这句话 他不知道是谁说的 可他能肯定 这兔子一定跟随自己很久了 白小春觉得毛骨悚然 大吼一声 此刻顾不得太多 右手抬起 掐掘一指 顿时 四周血气刹那而来 直接凝聚出了一道剑气 随着白小春的手指飞散而去 这不是寻常剑气 这是白小春的不死剑气 此刻一出引动四周血气 使得这剑气速度更快 哄的一声直接落下 将那棵大树瞬间的摧毁 四分五裂时 这兔子直接飞出 向前飞奔 太过分了 不就是吸了一些血气吗 我是血吸宗的主机 就是啊 居然要杀我 这是逼我判出宗门呢 兔子一边扯着嗓子传话 一边急速逃走 白小春疯狂 大猴追击 右手一挥 又一道剑气 呼啸而出 化作长虹 直接落在了兔子那里 轰在了一处血潭旁 使得血潭崩溃 我偷偷吸收血气 就没人能发现我了 这洞服似乎没人 杀人了 杀人了 这兔子一路奔跑 口中的话不停地说出 传遍四方时 轰鸣之声 滔天回答 白小春在兔子身后 一路追击 剑气一道道落下 使得兔子所过之处 一片的轰鸣 草木崩溃的同时 一处处见住 也在白小春的愤怒下 大都被摧毁 使得整个中风都乱了起来 大量的铸鸡互发出现后 立刻就看到了兔子 以及追击而来的白小春 还有那一道道 剑气的轰鸣 尤其还有一些铸鸡修饰 没等反应过来 身边兔子一闪失 剑气落下 直接轰在身上 喷出鲜血后 发出怒吼 野藏 你要干什么 该死的 野藏你找死 几个月前没杀你 你如今居然还敢出现 在这些铸鸡修饰怒吼时 白小春一样怒吼 都给我闭嘴 白小春此刻眼睛红了 下定决心 一定要灭了这兔子 双手掐绝 一道道剑气 呼啸而出 兔子左跳一下 右蹿一下 身边剑气轰轰落下 一时之间鸡飞狗跳 一片的混乱 那些铸鸡修饰 更是怒意弥漫 一个个飞起 就要冲向白小春 神算子也在人群内 此刻冷笑 目中更有计讽 觉得这野藏实在是没长脑子 居然被一个兔子弄到如此程度 这兔子不错 有些意思 不知是哪个道友的宠兽 神算子暗道 远处的血瀑布下 此刻因中风下指 轰鸣不短 载着瀑布内闭关的宋缺 睁开眼 皱起眉头 可却没有理会 继续的闭关 就在这时候 那兔子飞身一跃 跳到了一座洞幅上 扯着嗓子 发出了超越之前声音的话语 我白小春 这句话近乎是吼的 在传出的瞬间 四周所有人全部一愣 双眼猛的收索 白小春这个名字 在血细宗名气极大 几乎所有人若有机会 都会立刻灭杀白小春 杀了这灵犀宗的天骄 唯一的天岛铸鸡 立下大功 而眼下 白小春的名字 居然从这兔子口中说出 立刻所有人的目光 都不由的凝聚过去 想要等这兔子 继续的说下去 可这兔子 却站在那里发呆 没有继续 我业葬 与白小春不共戴天 敢在我面前提白小春 你说 白小春在哪 白小春是心肝颤抖 右手抬起 猛的一道剑气骤然而出 这剑气更强 吸收四周血气后 化作长虎 直接轰在了兔子那里 兔子飞跃避开 可他身下的洞服 却猛的震动 直接坍塌下来 而这洞服内有一个血瓶 此刻晃动了几下 引起了四周阵法的波动 轰的一声 直接碎裂 这洞服 正是血梅的洞服 之前就被众人追杀白小春时 出手轰过一次 尤其是血瓶也有崩溃的迹象 虽被血梅稳固了一下 可如今还是崩溃了 我白小春 兔子大喊 可却只有这四个字 继续说 到底后面是什么 白小春眨了眨眼 灵机一动 连忙摆出怒意 继续的追杀兔子 剑气又出 落在地面上 形成一个大坑 那兔子再次逃走 剑气不断落下 一座座洞服都被轰击 我白小春 兔子似有些着急 大喉一声 可说到这里后还是没了 该死的 你到底说不说 白小春放心了 此刻大喉 心底得意 觉得自己 总算是坑了这兔子一把 无论怎么问 这兔子都只能说这四个字 我白小春 这兔子眼睛红的透出光来了 依旧大喉 你快点告诉我 白小春是不是出现在血气头范围呢 在允见世界时 我与他不够带天 我要杀了白小春 白小春再次怒吼 内心更得意了 觉得自己太聪明了 剑气一甩 巨像中又一处洞服坍塌 说 你给我说 后面是什么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一念有恒 一时之间 白小春在这追击一下 整个中风越来越乱 也许是被白小春逼急了 这兔子逃跑时 红着眼 身子都哆嗦了几下 口中的话突然改变 我白小春 雪梅 我昨晚又梦到你了 早晚有一天 我神算子要得到你 我白小春 方长老 你不要这样 会被人看到的 我白小春 小姑 你是我送缺的 雪子也是我送缺的 还有雪梅 也是我送缺的 这些话语一出 中风彻底轰动 大量的助击 护法与长老 纷纷神色大变 倒吸口气 一个个灭色古怪 四周更是瞬间一片寂静 只有那兔子的声音 在不断的回荡 白小春也都懵了一下 他觉得自己的确是把这兔子逼得太狠了 以至于对方居然把其他话都说出来了 神算子也在人群内 只觉得一股凉气从背后升起 发出一声嘶吼 气急败坏的撑出 就要去灭了那兔子 闭嘴 一派胡言 没错 这兔子一派胡言 神算子冲出时 白小春也在一旁 古怪的 看了神算子一眼 觉得这神算子 口味很怪 那样的面具女 居然也喜欢 不但是神算子出手 所有被这兔子提到的人 此刻都灭色变化 一个个 血神颤抖 全部飞出 要去灭了这兔子 甚至远处血瀑布下 此刻宋缺的怒吼 也回荡八方 身影如一尊 血神 带着狂风雪浪 忽然而来 闭嘴 宋缺整个人都要疯了 兔子说的那句话 北中风所有人都听到了 他的心都在颤抖我 此刻很不能撕了这兔子的嘴 在这追杀中 兔子趁乱 很快就没影了 白小纯找了半天 也没有找到 此刻心地舒坦 可神色 却是阴沉无比 这兔子太可恶了 到了最后居然还不说 白小纯 愤愤开口时 彻底放心 正要离取时 忽然觉得不对劲 在他的四周 那些方才追杀兔子的铸鸡修饰 此刻一个个都盯着自己 宋缺眼中杀鸡四溢 他恨这来历不明的兔子 可对于明显是逼问之下 才让这兔子话语大爆发的业脏 他一样的恨 神算子也是如此 而四周其他人 他们或是洞服 或是自身 都在之前的暴乱下 被白小纯的剑气波及 他们对于业葬的杀意 已经滔天了 业葬 毁了老夫洞服 此事我们要算一算了 之前让你跑了 这一次 你死定了 业葬 心仇旧恨 奇奇有限 四周的铸鸡修饰 一个个修为散开 杀意爆发 立刻出手 要去灭了白小纯 本集 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